由乔委会所发起的庆祝建国100年华侨青年铁马回国致敬团活动 若然基台湾同乡联谊会全面响应 号召多位海外青年组成洛杉矶地区华侨青年铁马回国致敬团 将在10月初回到台湾参加各项的活动 若然基台湾同乡会的联谊会长吴承远特别说明此行的目的 吴承远表现了这次活动 将有全球100位华侨青年参加 除了参加10月9号和10号这两天双十庆典的各项活动之外 还要骑铁马上游新北市、桃园县、台中市、台东县 以及花莲县的自行车道以及著名的景点 目前已经有6位侨胞报名了 还有4个名额有兴趣的侨胞 你可以上网查询活动内容报名参加